有点灯头,我是炎炎 杰哥炸,我是恩斯 天马星空,我是威尔 今天还有加玛也在现场 是,加玛来现场 今天应该老板应该请吃顿饭 因为翁菜下架了 下架了,应该请大家吃个饭 那就请大家吃翁菜 翁菜可以很多种做法 我们昨天还看到有这个 Meganggong Meganggong 还挺好笑的 那其实刚刚听到这个歌曲呢 我这两天啊 就是真的 这首歌一直在我脑中盘旋 Meganggong 那其实很好听的意思 真的是很好听 它是这个印尼名谣吧 对不对 但是我印象中的 跟它歌词唱的不一样 它歌词唱什么 Megang Ubi Glab 对不对 我记得Megang Meganggong Ganggong di Debi Baya 我们是在那个沼泽的 大家唱是在Debi Sawa 然后还有 金音的Meganggong 你不知道刚刚刚分是 汉刚刚刚和水刚刚 还有汉刚刚 当然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 空心菜 对空心菜 中国人叫空心菜 中国北方人叫空心菜 南方人叫旺菜 对吧 这旺菜呢 它有的呢 是生长在沼泽水 水下面的 对 但也有生长在旱地的 旱地的刚刚 但一般我们吃的 都是水的吧 因为我记得好像 我妈说 你现在市面上吃到的 基本上都不是水的 都是旱的 都是比较旱的 那有些比较细比较粗的 你说那种水 在水沼泽里面的 是比较长的那种 短一点的 都是 就是怕有水池在里面的 所以像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呢 今天谈的这个课题啊 就是和翁菜 我从来没想过 翁菜可以变成一个课题 我相信大家也没想过 那看见有谁提出来的 是 它的出处呢 就是来自于首相那集 在之前一个集会上吧 他就有谈到 他这样子的 这是那集在前段时间 空心菜是吧 对对对 在水灾 在可能是彭宫州啊 还是哪哪个州 丁家楼 对对丁家楼 一个救灾的 援助的一个现场 一个现场上 发表了一个短暂的讲话 那短暂的讲话里面呢 被结下了一个视频 那这个讲话呢 实际上呢 离现在的大概可能有半个月之久 那么把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视频之后呢 就放放去放在网上面 做了一些做了一些东西啊 这方面就是有开始这个 有炒作了 可能我们可以听听看 这那一段东西是怎么样 我们这边是一小段 看看为什么会给人家来炒作 这里面有好多版本 有长的有短的 比较短的 我们先听听一下 比较长流传的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 这一段呢 就是刚刚就揭露下来的 就是那几个演讲了 就刚刚说到了 很短很短 不不你听清楚没有 没听清楚 就再来一次 等一下可以再播一次 那其实呢 在这段他的言辞当中呢 他后面应该 我还听过另外版本 他后面还有一段 他是讲可能这是因为 天气的问题 不过整段东西呢 老实说我听了过后 我并没有觉得说 为什么会把这个炒作 拿来炒得那么厉害 而且真的是 蔬菜本来就是因为 天气的关系 让他的价钱起落 其实感觉上 他只是一个例子 他是要从这个 刚刚的涨价跟降价里面 他要带出一个讯息说 只要是万物涨价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怪政府 但是在如果他价格往下跌 却没有人去表扬这件事情 他就以刚共做了一个例子 但是呢大家都不管他前面说了什么 就把这刚共呢当着笑话 然后加上各种各样的恶搞呢 那又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呢 其实他可笑的地方 就在于这个 他炒作的东西呢 是干共 是个不起眼的一个 是很便宜的一种蔬菜 生活当中都吃到的 对对 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个蔬菜 其实 我刚才听了 几次那集这个讲话呢 我觉得 这太平常了 这很普通 就是太平常了 也没有什么 就是说你这个其实 很多商品都是涨涨落落的 实起实落的 那么那个比如说 这个蜗菜 有的时候涨 有的时候跌 前段时间呢是涨了 他说他昨天看报纸说 报纸上面说又跌了 跌了价了 所以这个跌价的时候呢 你没有来 全涨政府 称赞政府 那涨价的时候呢 你就来怪政府 所以他问题就在最后这一段时候 有问题了 最后哪一段 就你刚才说的最后一段 就涨价的时候 涨价的时候 你怪政府 没涨价 跌价的时候 你又没有战政府 对 所以他应该是问题的点 就在最后这两句上 这个点呢 我觉得就是 是有他好笑之处 但是呢 从整体上看 我觉得 却没有什么错误 却没有什么错误 我举个例子来讲 很多东西是涨涨跌跌的 马来西亚呢 还是比较维护 就是保护消费人的 就是在石油啊 一些商品啊 它是作为这个统治品的 统治品的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 我这个价格是由政府来控制的 那这个东西呢 可能很多马来西亚人不知道 过去中国 在中国来讲 几乎所有的价格 全部都是统治品 就是全部是国家定价的 你不能随便涨价降价的 除了蔬菜 我这告诉你 就还是除了蔬菜 因为蔬菜是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它的价钱的 水果也是一样吧 对 蔬菜水果 这类 但是肉类啊 其他的东西 过去国家都是控制价钱的 所以这非常有趣的一个现实 但是今天呢 中国已经把所有的价格 基本上全部都放开了 虽然这个石油的价钱呢 还是国家管控的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它也是一个这个什么 浮动的价钱 如果你是个美国人的话 美国的汽油价每天在变的 每天啊 甚至每天 就是他跟着 他就跟着国际汽油浮动吧 对对 跟着那个价钱来浮动的 所以 所以的马来西亚人呢 是 现在呢 还是笼盗在这个什么呢 这个 价钱由国家掌控的 这个观念里面 对吗 我们还觉得 价钱是由国家来管控的 其实 早就应该把这个东西呢 给放弃了 放弃的越早 放弃的越快 是对 但是 但是当你说你放弃的时候 就包括津贴方面 他也要减少 他要放弃这个津贴 那放弃津贴的话 人民不能接受啊 这放弃津贴呢 是应该我们来教育人民 要逐渐的接受 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为什么要放弃津贴呢 就是让马来西亚的经济 和国际的经济 能够有一个接轨 对 但我们 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去 靠津贴去补助一些东西的时候 那令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市场 跟国际市场有一个差别 我举个例子 前段时间咱们都说 好多泰国人走私马来西亚的白糖 走私马来西亚的汽油柴油 而为什么走私马来西亚的白糖汽油柴油呢 因为马来西亚市场所卖的便宜 而在泰国市场所卖的比较贵 那他就形成了一个走私的一个市 就是由高处往低处流这么一个市 所以 这是政府的好处对吗 他减少津贴 我要批评的就是政府 政府在早期的时候就不应该设立这样子的一些津贴 这样子设立津贴呢 实际上是害了这个老百姓 害了这个国家 可是如果当初没有设立津贴的话 那可能当初就会让人民更苦不是吗 怎么会人民更苦呢 没有那个能力去消费 这个问题是你怎么样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 这是你政府应该去推动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说怎么养着你 养着那个老百姓 但是每一个涨价 他都是有些不一样的争议 你像是在 假如说我们因为现在过路费还没涨 说要涨 但是大家为什么说要过路费要涨呢 他也是要跟着市场的浮动去走吗 过路费呢 他的情况是不同的 其实过路费呢 也是成成增长的趋势的 因为过路费的收费呢 也是要随着你整体的经济汽油啊 什么维护费用的这个价格而变化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彭党的 什么这些合约里面 那么有一些的条款呢 实际上呢是对政府不利的 他为什么当时会定这些不平等的条约 这个我们大家也都清楚 彭党公司 什么叫彭党公司 彭党公司就是说 我给你这个公司 给比较优惠的这个条件 比较优惠的利益 那么给你来优惠的这种利益的话 这个条款上面 过去所有签的这些协议 合约的这些条款 都是受到国家机密 法令保护的 所谓保护 他这个里面的条款是不泄露出来的 不泄露出来呢 就逃过了人民大众的这个监督 所以这就是问题 但现在我不晓得 这个国 作为国会议员们 反对党的国会议员 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些合约 看到合约里面的一些条款 我相信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老百姓还是看不到的 但是现在面对不公平国阵 他是不是想试图的去改变下 合约的一些条款 所以毕竟他不用掏钱 掏钱的是民众 他用民众的钱来促成这个合约的成功 而有互于他的彭党公司 这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当然 如果你讲到彭党公司里面的话 这是一定是不是太公平的事情 其实彭党公司这件事情 我今天来说 任何政府似乎都有他的彭党公司 对吧 不论是国阵的公司 国阵的政府还是明年政府 他都有他的彭党公司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你有没有一个立法 你有没有一个条例 或者是一个标准 一个规则 他的条例标准规则是什么 那这些条例规则 是不是能够能够很好的执行 其实每一次我们看到 大家还是会认为说 一提到彭党公司 就会觉得全部都是利益了 上面的人 富的人更富 但是像是人民就是受苦的族群 所以还是可以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旺财 能够在网络上这样子崩传 不断的看到各种 其实我也很惊讶 马来西亚人的创意 每次都让我很多 超级好 都让我很多惊喜 不管你刚才说的那个 买干贡之外 或者是那个金贡 他也把它变成干贡 就用个大猩猩拿着这个旺财 其实我觉得反映出的是一个新生 大家就是可能最强的小事 去大做文章 是金贡是刚贡 对就是发现到说 大家的心情可能就是借题包 会要把这个部门来宣泄出来 是 好现在我们的线上有我们的一位嘉宾 宾超 宾超 早安 早安 早安好 是是 有吃了刚贡早餐吗 没有 你先去开书场找到 面包夹刚贡 应该很好吃 那是 那这个我们今天的课题要谈的是刚贡了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 你本身你是作为 你是在大学当中 也是算是在学习 学者 这样子来说 是准博士了 对不对 你对刚贡这个课题 为什么会被炒作起来呢 你本身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一些想法 我本身的看法是 这个课题被炒作的 其实也是因为人民对 政府机运已久嘛 所以要找个发泄的管道嘛 刚好 首相纳吉又投其所好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结果就 大家就借题发挥了 但这个短片已经是在半个月前都已经 这段话半个月前都已经说了 为什么到半个月后呢 人家才开始炒了起来 因为这些东西 一定要等放上网后 人民才有材料去二稿嘛 如果说只是在报纸上面说 那么你就没办法得到这些资料 然后没办法 实际上的去二稿 秉超我所听到你用了两个字 叫做恶搞 我觉得你这个带出来了 这个事件的一个真实一面 就是人们去恶搞 那你能不能解释 恶搞的意思是什么 恶搞的意思啊 我觉得应该是把一样东西 拿来以比较娱乐性的方式来宣传 或者是把它稍微做一些修改 然后为了搏捡一下 那么这件事情是真实还是假实 被恶搞的这件事情是真实还是假实 可以被恶搞 我不太明白 我也不明白你说 什么叫真实还是假实 我不明白你说的 现在纳吉所说的这句话呢 纳吉说的话咱们都听见了 是真的吗 是事实吗 是事实啊 因为这个刚共时长时落 听得出来的嘛 而且 不要说是不是 这很好笑吧 他说事实 那他最后的评价的这一部分 他是 他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还是大家不 就是原因 原因想说的 应该是说如果是涨价就怪政府 降价就怪政府 你指的是这个吧 袁元是吧 如果袁元指的是 人民对于这个涨价和降价的事情 对首相的批评是不是公平的 你的意思大概是 应该可能是这样的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刚才纳吉他所说的这句话 你认为里边他是正常的 还是还是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大家拿来恶搞呢 还是他有问题 对 他们会把一件事情拿来恶搞 也不一定是说 他们会很认真的去理性的去思考 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是怎样 可是他们认为 怎么突然间有人说出这些令人体笑皆非的话 然后刚好这个政治人物 他本身争议也很多 所以就拿来借题发挥了 所以你认为这啼笑劫非的话 啼笑劫非的话 就是说他 就是说现在是百物上涨的时期 这时候如果你还在拿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 比如说翁菜 翁菜现在一kilo也是不到两块 你就拿这个降价来炒作 就说你们不应该因为这样而批评政府 这二次说法 你认为你自己能够接受吗 他其实如果说他只是作为一个例子来反映一件事情 那你觉得他这个例子举的好不好呢 就是因为例子举的不好嘛 所以其他人才觉得 如果 如果给你的话 你会举一个什么例子 如果给我的话 我是觉得可能 我就没有很详细的去看市面上那些货品的价格嘛 我只举一个我比较懂的啦 就是说市面上汽车的价格 其实在这一年来有比较明显的下调 如果你真正有去关心的话 尤其是那些入门级的日本车 从以前的大概八十千的价位 现在已经下到六七十千的价位了 当然这不一定是政府的功劳 不过如果你可能详细去研究 会议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是政府造成的 这一个如果有做好功课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你建议政府应该用这个例子 来取代乌菜的例子 好 比如说 那个 这个 咱们看看啊 乌菜的这个事件啊 能够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来炒作它 而且不仅是普通的老百姓在网络上去炒作 甚至一些领袖 一些政党的领袖 也参与了这种炒作 你觉得 其实这种炒作的背后 是刚才你讲了 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对不对 除了这种情绪的发泄 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吗 除了情绪的发泄 其实我们应该看一下人民除了炒作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 因为怎么说 二搞文化呢 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每个国家都会发生 是 但是如果政治领袖一起出来二搞 那个就比较罕见 因为知识所好像在美国的 也是常常发生这种事情 比如说奥巴马用无人战机的政策 造成很多人拿来二搞说 会不会有一天走出门 不断断就有一个战乱标下来的一些之类的 但是他们的敌对政党是不会拿这些东西来执大 来执炒作 来执搞的 对 这些东西要懂得很 对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执搞的话呢 它还是有 是不是有一个限度的 或者是一个程度的 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那个欧米爹里面 我看到他提到就是这个伊斯兰党的宣传主任 他都什么 我忘了 他就就也也搞了一个小稿 什么小稿呢 他就在他的这个推特上面 他就说 我今天的这个中午饭的这个菜单 就是钢供 呃呃 马萨 呃 空骂 哈哈 我不知道钢供 马萨空骂是什么味道 不过他的确用上了钢供这样东西 啊 呃 他就问 就是跟他跟朋友们一起调侃 就是那你你的午餐吃什么 还是有没有吃到钢供 而我觉得这个会心一笑也也就也就过了 但是我在网上面看的呢 是铺天盖地的 呃 就是把麦钢供也搞出来了 然后有人就是让纳吉手上喊话的时候 就抓了一把钢供 啊 这这样子的就是呃 而且我们网上面很多说是纳吉是白痴啦 呃 政府是白痴啦 啊 怎么一些非常呃 呃 低级趣味的 非一些非常无理的 一些非常没有这个呃 什么呃 没有廉耻的一些语言啊 粗粗暴的这些语言啊 全部都出来了 你觉得这个现象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如果我们要就像你说的那样子的呃 我人家德国是一流的人民去批呃 去评价一流的政府 咱们是九流的人民去评价九流的政府 那今天呢 也是九流的人民在吵九流的干供 对吧 哈哈 是 你 OK 呃 首先这些东西呃 我们觉得要呃比较深入一点的去看 不是说你二搞或者骂出口 你就是没有数字 而是说 你懂不你懂不懂得从这些事件背后看得出 其实呃 呃 那些呃 事件的真正重点是什么 嗯 呃 比如说如果呃 呃像二搞文化嘛 其实也是国外产生的嘛 嗯 比如说呃 呃那些修改图图图片那些东西 其实很多都是嗯 那些西方的呃 呃网友自己制造出来的 不过嗯 如果你有真的去 呃 因为他们的费数 费数的是他们的网站 他们除了二搞这些东西之外呢 嗯 他们也很懂得嗯 他的语文章的方式啊 嗯 或者是新人的方式来写出他们真正的感受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两样都有做的 嗯 那 这会显得出啊 他们的数字会 其实我们我们我们看到就是在前 前段时间里面啊 因为这个呃 林冠英的观车的这个问题啊 也很多很多人呃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啊 提出了一些批评啊 呃 但是呢 就是呃 在网络上呢 发生了呃 我们看到的是两派非常非常对立的一些的言论啊 就是有有的就在批评这个林冠英的这个啊 讲话呃 没有没有信用了呃 这个做事也没有没有没有手信用了 而且那个连接的形象 所谓自己打造连接形象又又彻底破灭了啊 呃 这些 但是有一些人呢 就却呃 十分呢 就是抗拒这样子的这个说法 所以你从这两个事件中间呢 你你说呃 纳吉的乌菜的事件是恶搞 那呃 林冠英的这个事件呃 算不算是一个恶搞呢 林冠英的这个事件 你有看到多少恶搞的东西呢 通常呃 大家都算是比较认真的去讨论吧 那为什么林冠英的这件事情没有变成一个恶搞 纳吉的干贡变成了一个恶搞呢 这些东西我认为呃 可能是林冠英的个人的形象问题吧 是说形象啊 相对比较好的情况下 就比较少人要恶搞你 啊 哈哈哈哈 或者是说 林冠英说的蠢话还不够多 他还没有 可以养出那个情绪 就是说一见到你就要调弃你 不然就不舒服 嗯 那么其实我看到你的贴子里边也说 这个恶搞的始作俑者应该是个马来人是吧 一开始是从马来事情传出来的 对 这个确实 现在有一个专业嘛 非数专业 嗯 那时候他才创立了五个小时内就有五千个赖了 嗯 而里面很多post 呃 其实里面还包括一些 他们贴了一些伊斯兰呃 卡兰金里面的话之类的吧 所以 嗯 我判断呃 我就以这个判断 他是一个呃 有主稿出来的 OK 呃 你看啊 呃 你觉得纳吉这个欧赖的这些东西 会在马马来人的社会里面呃 带来一种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嗯 首先呢 这个线上如果只存在在网络上而传不出去的话呢 那么所在乡村其实也影响不多上吧 其实其实其实也不只是在网络上了 我我看那个西纳西纳那个呃报纸 你知道吗 西纳哈远 他也报道了转转在了网上面的这个呃 这些恶搞的这个状况 所以说也是有很多人看到了 你你你你看到了就是说 刚才咱们也讨论了那么多啊 在这个背后有一些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地方吗 呃 这个事情的背后首先第一个呃 最重要的就是说领导人说话的确要小心 嗯 要给人抓到这些空脚 然后拿来大事炒作 但是你之前曾经说过一样东西就是说呃 你们炒吧你们炒吧 炒到最后他们就麻木了 就也也也不管你爱怎么炒就怎么炒了 这是你你曾经说过的对吧 对对对 所以他也就不需要再小心了 还需要小心什么 你们多吵几回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怎么说呢 虽然呃别人炒作 就像就像林外英这样子的将来将来他就是啊 你们炒完了之后将来我我下个月再过两个月 我就换劳斯莱斯了 那你也没什么好说了 对吧 嗯 如果他真的呃看透了呃 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 他的确可以是这么做的 的确可以是这么做 哈哈哈哈 我刚才看在网上 他把那个整个那个KFC的老板呢 都给换成绿色的了 这刚供的颜色跟刚供match 哈哈哈哈 所以所以你看啊 我的感觉 好 是这样子 呃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 你来来纠正一下 好 呃 其实呢 马来社会呢 是一分为三了 啊 所谓的一分为三呢 就是马来社会呢 形成了以这个明年的支持者 就是啊 啊 PKR跟PASS的一部分的支持者 另外呢 是AMNO的支持者 那再有一部分呢 是属于中间地带的 就是说 他是受英文教育的 或者是怎么样 他呃 既不完全靠向明年 也不完全靠向这个什么 国阵啊 但是在华人社会里面的 的状况呢 是不一样 就跟大选的505的结果 是一样的 还是就是90%的呢 是呃支持明年的 站在明年这一边的 就能炒国阵什么东西呢 你就尽量的去炒 但是呢 当你批评到明年的时候呢 他是很不舒服的 就是尽量的去抗拒 在这种炒 所以呢 在马来社会呢 他是一个不奇怪的现象 就明年的支持者呢 开始来调侃这个 用用这个 甕菜来调侃纳吉 这个 这也是不奇怪的 我我可以告诉你 在马来社会里面 去调侃纳吉的人 要比在华人社会里面呢 来的更加凶狠 这这是 对对 在比华人社会里面 来的更加凶狠 但是呢 华人社会里面呢 是不分清空造白的 以一股脑的 就是全部跟上 全部跟进 而且呢 就是大举 大规模的去跟进 但是马来市场 没有这样子 马来社会里面呢 他是 我刚才说了 他有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明年的支持者 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中间的 还有一部分呢 是国阵的支持者 那国阵的支持者呢 我相信 他不会随机起舞的 不会随你们炒作 而来做这方面的炒作的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我所看到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样子的炒作 真的对明年是有好处的吗 那我是非常质疑的 这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觉得炒作的最后呢 因为百分之九十的 华人社会里面 反国阵 反巫统的人呢 还是那百分之九十 不会因为你的这个炒作呢 而增加 那么你的炒作呢 可能令到 在马来社会里面 过去百分之三十四十 是支持明年的 那么还有百分之五十六十 是支持国阵的 这部位人呢 对这种炒作呢 感觉到厌恶的时候呢 他可能向相反的方向去 去这边倒向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明年和明年的知识者 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OK 不如我先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呢 我基本上赞成你 你对马来族群 跟华人族群的分类 就是说 可能马来族群 在立场方面 比较 没有这么显明 会有比较国的中间选民 而华人的选民呢 在现在来说 可能已经比较明显的 有分明出明年跟国际那一部分了嘛 嗯 而会有这么大的分别 可能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华人 本身 在这个国家 他们会认为啊 自己比较受到压迫 所以危机感会比较重 所以比较 容易 靠边站嘛 因为 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马来族群 可能还没这么激烈 就是说 即使是站在明连的马来族群 他们也不会认为说 如果我 转去支持国阵 或者是我站去中间 我的利益 就会失去很多 我的 我就会被人压迫 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 除了一部分 比较保守的选民外 基本上 应该也不会有 那么多人会 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当 马来网友 你可以看得出嘛 马来网友 他们的创意 其实 蛮 蛮多样化的 他们甚至是 可以做出remix盘 还是 各种各样的 炒作 比起我们平时 在那些 比较华人的专业上面 看到的那些 比较像是 政治宣传的图来说呢 他们的 恶搞嘛 比较倾向于娱乐性质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认为 相对 反而不会引起 那些国政主持者的反感 因为怎么说呢 国政主持者里面 可能也 不是每一个都是 纳吉德时中嘛 可能也是有一些 是比较 任何一点的 他们也是 平时也是很喜欢看喜剧的嘛 就 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 会心一下就好了 反正 他们可能自己心里会明白 这只是一个 炒作 然后 我觉得好像 我就去 消消两架 然后日子还是照过嘛 嗯 所以 所以当我们觉得 那只是一个炒作 罢了的话呢 实际上 他带出的信息呢 就在 华人社会里面呢 就是说 纳吉是个白痴 这就是 华人社会里面 要带出一个信息 就是骂爽 骂爽 骂了 我爽了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我 马来社会又是怎么样的 马来社会也是调侃 马来社会是调侃 调侃 比如说 我刚才说了 他有这个 明年的支持者 PASS PKR的支持者 他用这种方式来调侃一下 其实也不能做什么 你在进一步的时候呢 马来人就会反感 他就会反感你 你已经做的太过了 但是在华人社会里面 没有反感 华人社会里面 感觉到 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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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觉 是可以出气了 就是出这个 空心菜 为什么呢 因为505到现在 你一直都没有 没有机会出气 那你看 我这个12月31号 我上去了 我们去到那个地方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呢 也没有多少华人去 对吧 他也没有在 那个点上出气 那个点上 他出不到气 但是居然可以 在刚供 那么一个小事上 就是出了一把大气 这才是空心的 这是什么 这就是 这就是RQ 这就是鲁迅底下的RQ 对吧 这是鲁迅底下RQ 就是说 吃了春药似的 就是这样子 就是来 好 今天 今天 丙超的连线就到这 我们接下来 要联系 另外一位嘉宾 好 今天谢谢丙超 与我们的共同分享 谢谢丙超 谢谢你 拜拜 所以你看 就是在整个的 这个一个炒作里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 这些这些现象 而这些现象 究竟是对 这种炒作 对我们这个社会进步 是有没有好处呢 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就说 这个刚工 他说 你这个菜 才几毛钱 一块两块钱 一公斤的这个菜 你就是降了 降了一半价的话 对我来讲 也没什么影响 也许是这个例子举错了吧 不是 他这个汽油价 你没有降 这个房价那么贵 我都买不起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站在什么立场 你站在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立场 那个对你不重要 但是如果是一个乡下的老百姓 那乡下老百姓 这个菜的价钱 是关系到他们的这个 衣食住行 彩米油盐的 这对他们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 现在现场有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是阿龙 阿龙你好 早 早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吃旺菜 一起吃旺菜 吃旺菜 吃干贡 吃干贡 大家一起面对乌龟 其实干贡如果在美国的时候 是一个是皇帝菜 是上等菜来的 所以你去到美国的时候 你进到餐馆里面 你千万别点这个钢贡来吃 因为很贵是不是 因为很贵是很贵的 就是给富洲人吃到贵 钢贡都一般都是素食吧 对不对 但你那条钢贡好像是荤菜了 所以刚才你又讲到的 就是说 当马来西亚 钢贡原本那种比较潮责的 哈喽 现在那些钢贡旁边呢 自从有了一个国外国的外劳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干贡会比较少的 比较多国家的人超爱吃干贡的 嗯 就是越南人 越南人很喜欢吃干贡的 所以人家讲过越南人一进来的时候 你路 钢贡旁边的很多干贡都被越南人吃贵了 所以干贡会挡价 我们不要去质疑说中介人是什么 是可能越南人的外劳 进来的时候把我们的干贡吃贵了 现在越南人不吃干贡 可能所以干贡才会加贡 就降价了 幽默 真的很幽默 没有 我刚才我 我网络的东西我个人看法了 我不会用二搞是个字眼的 可能大家会有一种的情绪 今天 加码你这样的一个分析 我也有一点不大认同 我们不能够用这种的族群的角度 来来来去分析 今天如果我们要讲了 用网络上网的人 如果在马来族群里面来讲 占人口的60% 可能要上网的人口 是40%在城市中的马来人 在乡村里面可能他不会上网 他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 如果马来人 但大多数的人都能够上网 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时候 可能505的成绩 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么一样的一个开发出来的 但是从今天这个东西 我反而倒是看到的是 在马来人 大家做这种的图片出来的 全部都是用马来字的时候 情况下我们不像我们早期在505之间的时候 很多都是在我们自己这个华人的面子书里面 在搞了 但是这个东西已经前面给我看到 这个是好现象 是前面 前面大家都是一马大 大马来西亚的人 全部在二搞这些东西 其实没有全面 阿龙 阿龙没有全面 这是有一部分的 一小部分的马来人 和一绝大部分的华人 这不是全面 还谈不上全面 对 就是因为有上网的人才知道的 就好像我昨天在一个宴席里面 我会感觉到乡村的华人也是一样的 就好像我 华人当然都是一样的了 因为咱们都看得出来吗 反正我拿这照片给他看 你看 你讲说 刚供标吃太多 你要吃太多 他脸变轻的 尤其他的夫人 整个脸轻轻 我看了就很噁心 我看了他吃不下 别在这个宴会上里面 拿这种照片给我看了 等下 很恶心 种种的这种东西 你看 他们得不到这种讯息的 尤其暴障上也得不到 所以 有时候我们讲说 可能 不是想恶搞 大家那种追风 那种心态 大家可能 感受到这种的 上上百物高涨的情况之下 想要发现心中的 不满了 没有的好发现的时候 可能你今天发现 你也改变不了 这个事实的状况 我也是在想的时候 真的 如果今天 那提讲这个方法 就像你们所说的 没有问题的时候 今天为什么 我们没有看到 国政里面的成年党的人 来维护他 因为大家 一个人做傻逼就好了 不要再有另外一个 来做维护他的人 更加 比他更加傻逼 这样的一种心态 其实 其实这个东西 不存在 不存在傻逼不傻逼的问题 我的看法就是说 你给他国政的人 他可能也会觉得好笑 他可能也会过来调侃一下 干共 很好笑 就是会心一笑 其实 如果大家 心态不一样 其实对干共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那个谁 阿龙 你同意不同意 你可能 你就觉得 你说干共 把干共放到 这个麦当劳的 那个奔戈里面 怎么 你觉得恶搞了 非常的痛快 但是人家也觉得干共也干共的好吃 也没有什么特别觉得不爽 或者是特别觉得被你搞了一下 很难过 就没有的 问题是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说这种 这种搞完了之后 你搞的目的是什么 OK 至少了 如果今天我想要讲的 比如说 不要说没有那个效果了 反正今天 作为一个领导国家领袖 讲这样的一番话了 如果是我了 我觉得不会用这样的一种的比例 如果在百步高涨的情况底下 只有一样东西下降了 说你拿它来做一个这样的比例 我认为你的智慧是有很大的 刚才 刚才本超也讲过了 刚才本超也讲过了 他说 其实这几个月 你注意的话 汽车的价格已经下跌了 而且下跌的幅度还蛮大的 没有 我跟你讲 在整个老百姓 面对着自己的生活的那种体验的 百步高涨的状况底下 是不是 你哪一样东西来 降价的时候 来来维护你这个东西 你许这样说 你不如说 因为没办法 这个东西 如果你今天做一个领导 你在里面 今天我知道大家 作为老百姓 承受这样的百步高涨的时候 我也了解 我今天作为一个首相 我了解你们的生活 我了解你们的爱苦 但是这个是一个全球化的记事 你会说话的人 你懂得说话的人 在台下听的也会比较感激 对对对 我很同意你的这个想法 我举个例子 这个阿龙 我还记得505的时候 我们超人就是到处巡回演讲 你记得这个状况吗 对不对 就是没讲到一句话的时候 底下就哗哗哗哗的鼓掌 对不对 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超人的话呢 说到别人心里面去了 对吧 所以就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反对党 你都知道怎么样去了解民心 了解民情 然后说一些老百姓说的话 说一些你自己的这个什么 你自己的target的这些群体 所说的这些话 对吧 那作为这个国阵的领袖的话 他真的像你想象的那么白痴吗 他就不知道去说一些 他target的这些群体 所想听的那些话吗 他也会的 他也会去说一些 他target的那些群体 所想听的话 我举个例子 他这些话是在丁家楼的这个水灾 在这个情况下 那个灾区救灾的情况下 说的这些话 他面对的是丁家农的这些 这些老百姓 那他面对丁家楼的老百姓的时候 他知道丁家楼老百姓呢 他一年呢 他过不了几次兔 这是一 第二他也知道这丁家楼的老百姓呢 他也不在乎你 金融波的空洞 这起价起到一百万一间 他也不在乎你 他根本就不住 他只要他自己吃的好 睡的好 玩的好 他就够了 所以你要知道 每一个政治人物 他在一个政治圈里面 混了几十年了 他知道怎么对他自己的支持者 说一些什么样子的话 所以我觉得咱们自己不能够白吃到连 比就知己知彼的最基本的那种 那种什么 那种智慧都没有的话 那下一届咱们又要输了 OK 我要讲的东西 如果你们稍微注意那一个书听的时候 当我们的首相说这样一番话的时候 你看台下的听众的那种的脸色 跟那种反应 有一个镜头这样转过去的时候 就没有人支持他的那种的 很认同他的那种说法的 就好像忧愁忧愿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这一段东西 我们也不能够在这样的时 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定论他是所有一个罪 今天OK 当他被网民将来捉捉到的时候 我们要反思的东西 为什么摆糖 我们汽油张价 我们的电费张价 这个就是一个连锁效应的反应 是我们的百务会高涨 为什么新加坡可以降电费 我们反而要占电费的情况底下 又让国人的整个的财务状况 在2014年的时候可以增加到29亿 如果你今天一个公司你亏钱 你说没办法的情况底下 你要账费 我们可以说 就是因为整个政府里面 你没有体会这个老百姓 我就是在讲 我就是在讲 你如果做一个执政党 或者做一个反对党的话 你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是对的 放在怎么样 减轻人民的负担 这个问题上是对的 老百姓想要吃点便宜的菜 对不对 这个咱们都知道 这个养猪业 是谁在后面控制的 我们也知道养鸡业 谁在后面控制的 养燕又是谁在这个里面圈完 当这些东西又涨价叠价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谁站出来 马华站出来 民众站出来 行动党站出来 那菜的价格又是谁来控制的呢 对不对 当菜起落的时候 关系不关系到这个老百姓的 衣食住行呢 关系不关系到他们的这个 日常生活呢 关系到 但是谁出来去管理这个呢 谁出来去给政府一些建议呢 或者自己州里面一些建议呢 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没有 我们去炒这个东西 有什么含义呢 不如做一点实际的东西 我们就讲说炒这个东西 对大家都是心声 我们今天不是讲说 这个菜的市场是以市场的 那个的收量多的时候 价格肯定会跌 或者是跟天气有关系 这个首相也有讲到了 也要看天气的情况底下 OK 还有一句话 我们不认同就是说 他讲说 为什么当这个东西价格降价的时候 为什么你们又不去 不去我们的这个 不占一下我们的这个政府 所以如果今天作为一个领导人 就好像我时常讲的 我们作为老百姓 我们不要称赞政府了 作为一个称赞 你是要等着政府的人民 但是我所看到的是 槟城人很喜欢称赞政府了 那个是槟城的人 你就是像我 不是说老百姓 我对老百姓也是戴上有色眼镜的了 这就是称赞说的九流 九流人民 这样子 你现在一个政府 你就会往往掉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里面去 也许这样说 我们参白来把它摆明来讲说 自行三民大国后 整个务统 整个国政失去了很大的一个资源 就是邪州这一块 跟槟城这一块的一种的经济的来源 槟城 那个卢华州的那个 伊斯坎纳 是我们的前首相的 不刹加压 是我们前前首相的一种的地盘 当拉吉坐上首相 坐上两届的时候 他的资源要分配给他的本堂的时候 要从哪里来 没有的很大的资源的情况底下 就是在这一种东西下手 我如果我这样说的时候 加码你可以不认同 但是在某一方面的时候 我相信你在整个 不是我不认同 是所有对经济有少少了解的人都不认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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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少少了解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不是游戏不是这么玩的 OK 游戏不是这样玩 但是说 切由张架 当过路费张架的时候 那是一个连锁效应的一个反应的 你今天不要说 你有气 你没有汽车 你就不受影响 其实不是一样的 因为当他的运输费 每个过路费的时候 大家都是张架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问题的所生 大家都是那个张架 羊毛永远出在羊身上的 所以我今天会不满的 在你看我家附近的一个银屯 上面起了50线到一块钱 你看对他来讲 他有很大的影响吗 他起价的理由就给到我们的时候 没话可说的 就因为气球 借由当价 在百户高涨的情况底下 我为了要生活 我也真的要这样涨 但是到了最后 是谁受害了最多的 就是我们这个消费者 从我们身上过的最大几千的 就是我们 这一点东西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话已经是太烂了 在路边随便拿第一个搓机都能搓到的这些话 涨嫁的事情不是马来西亚专有的 涨嫁的事情是全世界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讲 当我们看事情 我们要分析一个东西 而不是讲说把这个东西 你看今天一个干共在网民的操作 对大家是处于在一个情绪的不满 我们要从这个心态 如果你今天做一个政府 你要从这样一个心态来讲 如果富然毛毛然 就像一个平衡员的东西的角度来讲说 这个又是华人 因为在背后钻起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政府又不能够去压制 如果你今天讲说市场的水果价钱 那个蔬菜的价格里面的时候 对这些人来操纵的时候 为什么政府又不去插手 政府政府又不能去管 很多时候因为有时候东西的程序的方面 不是像我们一般放开的到 很多人是菜笼的时候 今天我菜收割了 我都是想要找中介 坏坏我把这些货全部都卖给你 因为它很多设备里面 它不能够去准备到 去做得到好 你看现在好像猪 我们讲猪龙的好了 现在有些猪龙自己养猪 自己开那种农村的那种的店链锁店 来自己来盘卖 我不要经过中介人 你拿我有办法吗 这样我直接赚起来不是更加好 现在在路旁 你在很多的店里面 你就会看得到 其实这个就是要转型 要改变的 不需要经过中介的 在我们整个市场里面 你可能这样卖的猪肉 还可以你经过中介那个猪肉 过来买 所以这个谁又来去控制 因为有时候这个产品 不是统治品来的 不是在政府的管辖 管辖里面 所以有时今天如果你把这个猫点 来又讲到又是华人的问题 我会有一种感觉 可能我们是在面子书里面 我们都是在华人签签子里面 来讨论来看到的时候 所以就把它关上 这个是华人社会的问题 没完没了 加上你所讲的烟虫政治 今天我们要交出烟虫政治的时候 但是我们就在看到 面子书里面只是这一群人的时候 又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是能够改变吗 308到现在的时候 我都验的扫着 这种的这种大家网络 所以你对网络里面 去炒作干贡的这个东西 你也觉得是不是很失望 我失望 我从来你看我的 我不去传这个东西了 我们也今天不是要去讲了 你看我们今天 指责一个人就好了了 会听吗 就好像那个观察事件 你们今天可以说 我就好像用个五副灵文 你们讲说一地化身 你们就讲说这个化身 我们不去改变它 会影响到整个五副灵文的名望 这个化出在真实的话语的时候 今天我们百物高涨的情况底下 为什么我们的首相 只拿这个当工来做一个 这样比例的时候 你说更加是不是应该要值得 人家来去批评你 你应该要自己在反省 我相信他也得到 看到这一点 也不能够出身 更加上他国阵的成员党员的人 也不为他 维护这一点事件上的时候 真的是他们有反思 这种是一个好现象 你明白吗 所以是网络的这种的势力来 影响到你的官员 所以希望说 哪一次你说话的时候 要经过你自己思考 因为也是你的比喻方面 不对的 当别人马来去指责他 所以你是在这样的一种 面对火 火生 大家的情况底下 你别说这种话 还总比好过 你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因为你说多 可能你错多 所以老百姓的认为 我不认为恶搞 我反而感觉到 创意反而是 马来族群的很多东西 看到那些图片都是 好像在马来人在做的 这个是更加好吗 当我们一直强调 如果在我们的华人圈子 又在玩这个东西的时候 影响不到了 今天 为什么我们又不能够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马来社会的网民 可能在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变成我们华人社会 也跟他 来拿来炒作 就是在这几天里面 大家来这样炒作的时候 我相信过来一段时间的时候 就大家平淡的 百变了事实吗 我们的生活还不是要照过 早上起来的时候 还是要面对这个 百物高涨的时候 与其这么样做 对自己来讲的时候 更加奴隶吧 更加少睡一点 更加来做东西 不是更加来使劲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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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其实阿文也说到的几个点 我想说就是 其实这样子只是一个 情绪的出口吧 就是当大家今天 很多这些百物商场 然后看到现在纳吉说的这番话 可能大学是蠢话 趁这个时候 就跟他调侃调侃一下 但是其实这样的做法 只是在平时那种生活枯燥 或者就是有点压抑的时候 有一些娱乐的效果 再过几天 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也没什么保住 其实个人的用词不一样 他说的意思是一样的 阿龙虽然说 不同于秉超说的恶搞 其实他所表达的意思 是跟秉超所说的东西 也是一样 就是一个发泄的一个管 但我有另外一个看法 我是觉得当首相说这番话的时候 他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是在于说 为什么就是当东西降价 你不占政府 当涨价 你又来怪罪政府 那其实作为一个政府 它的功能 它的作用就是照顾人民 立会人民 对不对 你不能期望说 人民的一个称赞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做不好 人家来批评你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问题是这样子 在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国家里面 我们有这个执政党 我们有反对党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民 我们不是以前也说过吗 现在逐渐逐渐要走向泰国 泰式了 泰国化了 红军和黄军 那将来是什么情况 将来可能就是支持国阵的 就是黄军 那支持这个明年的就是黄军 这是打个比方 那这个这里面呢 将来就是已经可以 大家不分是非黑白了 我们来到就是不分是非黑白 我只要是明年的 我就支持 他明年就杀了人 我觉得他也是 把那个人给杀了 替天行道 对你说的对 所以这个对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 如果人民都成了 秉朝口里的 那个九流人民的话 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不是今天你的言论 应该是受到很多华社朋友的高兴了 这不管高兴 不高兴是另外一回事 但问题是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在我Facebook上去了 咱们这个12月31号 反涨价都论 我们都参加了 我们留言台的人好多 我自己也参加了 我还举了一个牌子 在这边在示威 那我这张牌子呢 我过了年之后 结果呢 我的亲戚把我招回去 就就就 开家庭会 开家庭会 我的族群开家会 说我这个人 你怎么不感恩 那我们政府对我们那么好 你还要跟着反对党做这些事情 你完全都不感恩 当时可惜 可惜他找不着我 我因为开会没去 他就把我的哥哥啊什么的 痛批了 就在马来社会的 所以我就是告诉你 你们不要在这个烟囱里面 在这个马来人的这个社群里面 不完全是支持反对党的 像我的亲戚 90%的都不支持反对党 还有10%是支持反对党 这就是一个差别 阿隆他们 你不要老以为说 哦 那个东西是马来人放出来的 那就马来社会的 我讲了 马来社会呢 是一分为二的 马来社会为什么一分为二呢 是因为马来社会呢 他最主要强调的是一个阶级的 这个差别 这资源的这个分配 马来人内部资源的这个分配 他这样子的争夺 但他有估计到 他有想到华人社会的这些想法是什么 其实一般人都不去想华人社会 你们华教啊 什么狗屁 他根本就不想你这些事 对吧 他只知道马来人 他觉得这个社会 这个丹丹姆拉又是马来人的地方 对吧 他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家 其实像 这Timmy啊 有在我们这边留言 其实我相当赞成他说的东西啊 他就把这些特别的把 比较完整的那一段呢 他给我们看 说啊 请把这个完整先看完 不要断章取义 因为他后面呢 还有刚刚威尔提到说 就是说 他其实要提代出的一个点 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涨价都关政府的事 有的要看天气 但是呢 他就说 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是会把这种一段 就是为了发泄情绪 而把他这样子大事炒作 但是这样的做法呢 是没有帮助于说服 支持国阵的人 转向支持民连 反而给这些 支持国阵的人 一个好的例子 给他们看看 你看现在这些民连的支持者 是如何的 去污蔑 或者是如何不尊重 领导人 反而可能就引起了一些反感 你看阿龙刚才也说了 他看到这些东西啊 心情上面也是会有一些 烦烧 就连支持民连的 都会有这样的心情 更何况是那些支持国阵的人呢 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说 你做了很多东西 但这做的东西 真的是对民连有好处吗 那这是咱们 或许大家没有这么去理性的 去思考这个问题 只是纯粹就是耐口气 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爽 嗯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 节目也到尾声了 那么感谢 再一次感谢加玛 参与我们的节目 是 也感谢饼嫂 还有感谢阿龙 对 很多听众也期盼着 加玛这把嗓子 能够再次出现在榴莲台上 也感谢你的加入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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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